这是我的盆栽树莓 一个枝条就可以结这么多 今天带着大家一起来做好盆栽树莓东西的管理 管理好的果子可以从开春一直持续结果到秋天 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对它进行修剪 我们现在修剪地上部分的这些已经木质化的枝条 开春它从边上就会出起来很多的侧芽 这部分侧芽是开春的结果主力军 一直结果到夏天 后面慢慢的就会枯萎掉 春天下面又会出很多的这样的新的小苗出来 你看这个就是树莓的根栗 根栗上面就会出来一颗一颗的小苗 这个就是夏天到秋天的结果主力军 怎么去修剪呢? 我们一般只要保留50到60里左右的高度就行了 修剪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做两项管理 哪两项管理呢? 第一项管理就是输出一部分过密的植株 大家知道的树莓属于虫生的 要不了多久它就会变成一大虫一大虫的 但是我们是盆栽的 所以能提供的营养有限 我们必须保证在盆里面的植株不要太多 我们一般只要保留两到三颗就行了 两到三颗的结果量就可以很高很高 太多我们的营养供给不少 然后吸法果子结不住结得少 就像这样的 给它拔一部分出来 然后拔出来 这个给它种到新的盆里面 就会变成一颗一颗新的植株 第二件事情就是要追肥 那追肥什么时候开始追呢? 我们当看到地上部分有出现这样的一颗颗小苗的时候 那就可以开始追肥了 这时候说明这个植株整体已经开始门动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去追哪几个肥料? 第一,当然是均衡肥 均衡肥就是但临甲含量一样的肥料 这些肥料保证它地上部分的植株可以正常的去生长 当然在它开始萌发了以后 很快也就会出新的色情出来 然后就会开花结果 这个时候我们要保证土壤里面的0元素 还有盆域元素足够 0元素保证它的开花结果 盆域元素保证它的果子的结实率 还有保证它的每一粒果子都能很好的授粉 如果你土壤里面的盆域元素不够 那果子有可能就会出现授粉不良的问题 很多小伙伴都不知道 为什么自己的树莓果子一粒一粒的授粉不好 那可能就是你土壤里面的盆域元素缺乏 那地上部分有这样的小苗出来 那把上面的这三个肥料混合一下 一个月左右对水浇灌一次就行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